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操 今天是最后一盘是有拉上了一点 这种盘蛮尴尬的 我们看一下 这你要看框也可以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看到这个技术面 你要看空 你认为会再跌破这里 你认为说这一波反弹 上来再反弹会跌破这里 也可以 如果你这样看空是 如果是这样看是技术面的看空 技术面没有错 这个不能说不可以这样看 但是有点算是预设立场 就是预设立场就是用猜的 预设立场的意思是公 我们常讲说股票价格不要预设立场 不要预设立场 为什么不要预设立场 不要预设立场就是要避免你太早卖股票 或是避免太早买股票 就是在涨势当中 例如说有股票在涨势 那你预设立场 预设它本益比多少 它的股票价格应该是多少 对不对 那这个叫预设立场 那永远不准啊 你预设立场就不会准了 你预设 我讲来听一点 这个是 你预设这个股票的预设立场 怎么会准呢 因为你说它不会赚钱 它本来就不会赚钱 会赚钱还得了 会赚钱不是有1000块的吗 等到它赚钱就1000块了 你预设什么 就不要去预设它的立场 就是 例如说像这种股票 那你不管它是怎么来的 不管是别人怎么做的 反正你不同意 你也不用去管它 例如说有一档股票一直涨起来 那你就不同意啊 这老师这也没贪钱啊 没贪钱的股票才会去 我不会赚钱 国票贪钱 什么人计定说没贪钱 国票不会赚钱 交易的时候有这个规则嘛 说没有赚钱的股票不准涨 有这样讲吗 没有啊 为什么不行 可以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水在人的嘛 这个不是说鼓励你去买 只是跟你讲说这个道理 就是不要预设立场 比如说像这个不要预设立场 用这个联雅这档股票 来跟各位解释 就是因为有人有主力在 有主力在做价嘛 有主力在做价 那你预设立场你就不高兴 你就会去放 可能就会放空啦 我是说可能啦 不一定说一定会放空 但是有可能你就会不高兴 你看到股票涨你就很不爽啊 你就说其实还没贪钱啊 你就很不爽不爽快 然后就给人要放空 我各位这样讲好了 你去放空你被嘎起来你会赎钱 赔钱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预设立场的人 你不要管他 没你的事 你虽然也没有 你没有买嘛 没有买就没有赚啊 顶多就没有赚嘛 你股票一千八百多档 你不一定要买啊 你不一定要 你还是要挑你可以操作的 你习惯的 对不对 那你不要买 没有赚嘛 但是不会赔啊 你没有买是不是不会赔 也不会赚嘛 对不对 那你看你预设立场你不爽 你去放空就赔啊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这个也是一样啊 那不赚多少 所以这个同一组的啦 他今天走势是比较不理想 他不管他啦 我最主要不是要推荐 那这赚了没两仙钱啊 你看老师啊 这不久了 没赚钱了 那赚没两仙啊 这角度都没有 起到这些 预设立场 把他放空 放空就把他抬起来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 现在这个大盘在反弹 我已经跟你讲过 我们的操作是 我这边建议你要卖 股票换钞票 要减码啦 不一定要全部出钱 这边是钞票换股票 这边再股票换钞票 这三个动作我们都有做出来 对不对 你这个三 你如果没有股票换钞票 这边就没有办法换股票 是不是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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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是未来这个点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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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扩大区间整理 对不对 你看上下 这个上下的位置 大概四千多点 四千五百多点 上不去 下不来 你至少从这里开始 它就有一个区间了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效果 跟基本面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技术面 你说 我就跟你讲过 现在目前的月金线在这里 扣底值在这里 这里跟这里是平的 这箭头这边是差不多 所以它变成 它变成 它变成短线来讲 它已经 虽然是有个跳空 但是它慢慢慢慢的 回补了吹空 慢慢慢慢的恢复了一个力量出来 所以短线来讲 以短线来讲 这一条叫月金线 它是平的 而且是微幅向上的 所以它是叫短多 短线多方式 月金线往上叫短多 所以大盘现在是短多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以大盘来讲叫短多 那季线呢 这一条叫季线 季线是空头 你看这个箭头往下就知道 扣底值在这里 这里就比这里高 那如果这边看不清楚 那我们看周K线 更清楚了 这是每一个礼拜一条K线 一根K线 那这礼拜扣底值这一根 下礼拜 下下礼拜 所以这个位置比这里高 所以这条线 不会转弯 压着 所以它上去 为什么每次打到这里 都会开始盘整 因为这条线是往下弯的 这条线是往下 它不是往上 这个叫往上 这是多方式 多头市场 中线多方式 这是中线空方式 所以现在大盘是什么 短多中空 但是是长多 连线是往上的叫长多 对不对 我说以大盘来讲 加权指数 那你台积电 台积电它当然是最重要 因为台积电占全值百分之三十四 三分之一 整个台北股市的市值它占三分之一 一档股票可以抵一千档 这么伟大的公司 那它现在的力量比大盘还强 那我们看这里就知道 它是不是占上月线占上季线 而且它还有除息 它一段时间都除息三块 那除息了我们就不算 它是不是月线线往上季线往上 都往上 但是季线是慢慢扩底高值 对它未来来讲 攻破这里有困难度 但是它维持一个反部的空间 它是不是比大盘还强 大盘的位置还没有到这里 你看你注意比较 季线在这里 那台积电在这里 在上面 这条线上面 所以它有领先的效果 那你说老师那这样台 我们看台积电走到哪里 大盘就会走到哪里 也不能完全这样讲 因为台积电走到哪里 大盘会跟到哪里 但是幅度不会一样 幅度不会一样 不可能一样 因为你台积电强势嘛 但是其他股票离开了 它跟不上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是台积电 例如说联发科来讲 它就跟不上 它就比台积电 整个技术变率比较弱一点 这是事实 它一看头看明 它是全值股 它是第三大 看头看明 这支也同样 看头看明 你看它位置是不是在这里 它在这个季线往下 季线下 这两支都看头看明 但是它不一样 它是站上季线 怎么会一样呢 它如果比较鸿海跟联发科 走势比台积电弱势很多 弱势很多 但是为什么我们判断联发科跟鸿海会往上呢 我们用什么样的证据呢 难道就只有看台积电吗 不行 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讲过 台积电这个礼拜会进入整理 你要再让它大涨机会是不容易 台积电 我说台积电 但是大盘 只要台积电维持一个 霞幅的震荡就可以 它不要崩盘就好了 不要像这里就好 不要像这样子 跳空跌停板还得了 那如果说它大跌或是跌停板 当然我讲的东西 就不会成立 我讲的大盘就不会成立 它只要维持在这个月线 季线这个地方附近 也不要大涨也不要大跌 那这个拖拉尾盘是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 拖拉尾盘这种人家还是要反给人家 那没有什么意思 你拖拉三块 拖打三块 几块 那都没效 那都假的 那都做基础而已 那都没做 有本事的话就用正常的方式 尾盘给人家跳一下 跳一下 那是什么 那都跟他做差的一样 没什么意思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台积电它维持在这个地方 季线上月线上 甚至跌破季线里面的关系 在这边附近 那这个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大盘已经准备好了 那今天量收 今天保证量收 那上个礼拜不是就那个吗 最后一盘不是1000多亿吗 不是就负值指数结算吗 负值指数生效吗 大家都会知道 不然上个礼拜怎么可能有4600亿 还不是一样3000多亿 你知道吗 他也没有条件往上拉上去 你看就是知道说 原来是在整理 还是在整理 你看台积电 上个礼拜五六万张 今天剩下一万多张 这是什么量 这根本就不是要公 这不是要公给的量 你看鸿海八万多张 上个礼拜五 今天三万多张 我不是跟你讲说 那个负值指数生效 或是摩胎指 而不是Ci生效 这种收盘价跟 这个我说跟你讲说 这个收盘价打下来打拉上去 根本跟礼拜一 根本完全没有关系 你看上礼拜不是打到177 那今天开盘就178了 对不对 虽然没有涨很多 但是没有意义啊 你上个礼拜五用这一招打下来 或是联发科打到1125 那没有意义 它不会影响到今天走势 那就是负值指数的调整 它每次都急涨急累 那没有用 那个都看多了 你了解外意思吗 那个是股票交换而已 那是约定好的价钱 那老师那你这样子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反弹到季限 还不用卖股票 原本是说你在这边说 反弹到季限附近 就开始要卖股票 对啊 我有这样讲 我有这样讲 那我说上个礼拜 跟上上礼拜都会反弹 已经反弹两个礼拜了 那这个礼拜呢 这礼拜比较不好预测 我是跟你讲真的 这礼拜比较不容易预测 我认为这礼拜要再继续一个 一个涨 不会困难 但是要出现中长虹 真的是要从美国那个地方 来力量才有办法 不是我们国内没有办法 一定要从国际股市的力量 延伸过来 造成全职股的升量才有办法 但是我讲过了 要越过这个地方 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个地方叫什么 22545 你看起来这22300 这剩下200点而已 那老师这个也没有多少点位 那这样有什么好做多的 你错了 只要它不准涨就好了 它不要大起来就好了 这个观念是建立在哪里 你不要指数不是要涨多少的问题 是谁在涨的问题 你看到这你说每一天 不管涨还跌的每一天 都会有一些标股 一些中小型股 它跟大盘什么关系 没有几乎没有关系 几乎无关 不是正相关的 不是负相关的 几乎是没有关系 他们走他们自己的路 主力才不会甩你 才不会甩你什么大盘不大盘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按照我的看法 就是说 只要台积电 它维持一个盘整的状况 那其他全市股 它会表态 那为什么会表态 从美国市场来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259668 万通国际头顾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团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华众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下 所以我跟各位讲 如果扣除台积电 它是位置也不可能再继嫌 它可能更低一点 但是这个不讲 这个大家都了解 你从大盘的位置来看 看不出来 到底要往上还是往下 所以我一开始跟你讲说 如果你是看空的 你有道理 不能说你不对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明白吗 但是你从美国股市来看 它是不是突破了下降的趋势线 下降的趋势线 那我们不看这个 你看这个不重要 因为台北股市早就10万点了 我就说这两个跟台北股市 关系度比较不高 你就看指数跟费成半导体 尤其是这个最准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这个最准 这个跟台北股市的走势最类似 最像 因为它有台积电 这个指数里面 30档股票里面有一档股票 叫台积电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所以你以费成半导体指数来看 跟NASA的指数来看的话 它们的趋势 它们的力量 其实都是对再返工是有利的 而且从成分股来看 这个我们就有研究 从成分股来看的话 它是会持续反弹的 不要说过新高 就是说持续反弹的 对不对 又碰到什么 这些股票 讲这个最公平嘛 你说红海基本面很好 红海基本面不是很好 根本是跟你讲的 你自己讲的 基本面最好是这个 是这一档 谁有涨 谁基本面就要好 没有涨的话 基本面好个屁 讲难听点 怎么叫基本面很好 你不是说 老师啊 那广台基本面很好 怎么叫基本面很好呢 不过去也要什么基本面很好呢 没有涨的股票 怎么叫基本面很好呢 那谁利益啊 对不对 你要涨的基本面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我讲过股票在涨 基本面就是那面 股票在跌 基本面就是泡面 这是很现实的 我们做股票是为了赚钱 又不是你的意气用事的 对不对 你要看现实的嘛 对不对 那你说红海 红海 红海 我们现在研究 不是红海的基本面很好 我们是研究红海的形态 技术面的形态 好不好 那你要预估它是要往上去还是往下来啊 是不是 而不是用基本面来研究会往上去往下来 你要研究说到底是往上的机会大 但是不能保证嘛 只是说 我们用我们的经验跟技术面来看 红海是往上的机会大还是往下的机会大 这是这样算的嘛 不然你做股票在做假的 那你现在买红海 当然你要知道 那你买红海 你说你买红海 那你没有赚多少钱啊 没几块钱啊 我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啊 可是安全度很高啊 你抽出股票 你还是要考虑到风险啊 你为了赚钱 你还是要考虑到 如果做错的时候你要承担它的风险 不是这样子嘛 毕竟我们就不是赌徒啊 我们是在投资股票啊 我们投资股票还是要考虑到 如果做错怎么办呢 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嘛 那你这个如果你买这档股票 你做错怎么办呢 没有怎么办啊 亏损有限啊 设个停损就要亏损有限啊 因为不是在这边买耶 如果这边买当然是蛮尴尬的啊 因为它是喷出啊 你喷出才去买 看报纸去买 看报纸去买 这个说要合并 虽然你不会输很多钱 但是你 你不会觉得说你很奇怪吗 你会去在这边去买 13块多13块半 你说中信金说这个开价了 就是二亿并购了 那三亿 合一并购跟二亿并购不一样了 台信金跟新光金谈好了叫 合一并购 公合谁啦 董事会公合谁 这叫合一并购了 那中信金它 它因为市场有机制它可以收购嘛 市场里面直接强势要把它拿起来 那个我们称为二亿并购嘛 那二亿并购也不是很好听 那你就是就是并购的意思嘛 这合法的喔 那它开价14块多 那你就以为说一定会14块多 那你都完全都都没有了解说 我们是有法治的国家呢 哪有金管会呢 金管会如果说不行就不行呢 你开玩笑啊 可以乱来喔 可以什么 你说要并购谁并购谁 你秦才公公就可以了 那金管就不同意啊 那不同意啊 不同意啊 那为什么 怕太大价嘛 我当时跟你说过 我在这边的时候 在八月底九月初 我就跟你讲过 你与其要去买这个 或者是这个 那你不如去买这个 那真的吗 我说为什么 很简单一个道理 因为它是好公司嘛 它是为了这一次的一个并购 没事股票就跌下来嘛 表示法人不看好它并购嘛 它不喜欢它并购嘛 它并购吃亏嘛 花14块多太贵嘛 大家是这样认为嘛 所以它变成它 它要并购人家的 它自己先滑下来嘛 滑下来 但是股票价格就 超跌 你把它买起来就赚嘛 有没有成功都不重要嘛 重要的是它在超跌啊 它有没有并购成功都不重要啊 重点是你买的是中信金啊 我有说过吗 有没有 有没有 今天我说不行 不行 他才去啊 假设说可以的话 它还没有这么强 我可以跟你讲 因为大家认为说 其实14块多不便宜啦 你说老师那这样怎么办呢 我没有打压 我只是告诉你道理 就是跟00940去追买一样嘛 你说老师啊这个 这个距离这13块半啊 距离14块多越来越远 谁跟你讲14块多 14块多是中信金说14块多 台信金也说14块多 是用台信金这个地方的 股票价格去算的 那如果它跌到这里来呢 如果它跌到这里来 它现在没有说规定14块多 是台信金多少 换多少 那如果台信金一直往下跌呢 那越换越少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在想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 台信金没有说14块多 要跟他买哦 没有啊 从来没有讲这句话 是中信金说的 中信金被排除掉了 台信金要用多少买 用多少 如果说它往上涨 涨到20 30 40 50 当然就价格收 核定的价格就越来越贵 那如果它往下跌呢 就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便宜 那是哪一种呢 我没有兴趣啦 我还是跟你讲 我只是告诉我的 我的这些粉丝朋友 尤其你们啊 股票有1800多党 你何必关心这三党 尤其是台信金跟星光金 尤其这两党你干嘛关心他们 干你什么事 你是大股东啊 你有十万张啊 你就不要买就好了嘛 不要管它就好了嘛 了解我的意思 做股票 1800多股票 你可以买股票 这么多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一再强调 有些东西是不要跟风 跟风没有用 要研究 所以我们说 你与其注意那些 你不如注意广达 红海跟围盈嘛 对不对 广达 红海跟围盈嘛 那台积电跟联发科 为什么要跟各位讲一下 这些都是龙头股啊 这些都是龙头股啊 它大盘要攻坚 一定要靠这些股票啊 那台积电已经上来了 接下来就是 IC设计 你就一定要注意联发科啊 它也是一样啊 它也是慢慢慢慢地转强啊 这些都是形态都差不多啊 你看注意看 这几档都是差不多 人工人都差不多 差不多 对不对 你注意这个干什么 莫名其妙 你注意这个干什么 你还不如注意这个 你还不如注意这些鬼啊 对不对 大盘是整理啦 那你也不用说 老师马上又要攻坚出去 也不一定啦 但是事实上形态它是 还不错啦 是整理啦 那你这些股票 我讲到股票 如果有机会回撤 多少买一点嘛 我这样讲是合理的啊 那你说那些主力股 标股 那我也没有讲啊 那你们要买那些股票 我也没有意见啦 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